川普下了禁令 跟任何解放军有关的 中国大陆企业呢 都不可以做投资 所以纽约证交所就根据这个禁令 预计要下架包括了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我们上一次礼拜六的节目 才刚讨论 但才过个两天 就大逆转 法夹弯 说这几家大陆的企业呢 都不用下市了 怎么会突然间大逆转 郭远 你的看法 我感觉是 华尔街有些人想 就是证交所有些人啊 要对拜登示好 那对拜登示好 不就等于对川普不示好 对啊 差不多要交接了 不 因为这次华尔街 或者说广义的金融圈 支持拜登应该 相对川普大概是8比2 你说支持 支持拜登的力量大概有8左右 8比2啦 所以证交所本来就跟金融界很熟嘛 那他就觉得 你把这三家下市 下市不是只有简单的 你把它拿掉而已 后面联动到多少基金啊 还有法律作业啊 大家烦死啦 有这样的一个势头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为什么当时在对外公布 有这样的这个措施之前 没有想到这些可能的后果呢 这个坦白讲我也很意外啦 而且在两三天之内可以说 他的对外说法就是 因为证交所跟更多的监理机构 监理机构就证交所啊 就SEC啊 跟监理机构的重要关键人谈过之后 认为没有下架的必要 就是有空间 他可能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啦 可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之前一定就是有一批人就是反对的 这个时空环境不同 一个礼拜之内时空环境不同成这样 不是又跟我们的蔡蔡又一样 不过反正人家政策就这么定了 那如果说刚才过瘾讲 反正就要交接了 纽约经济所呢 对拜登是好 就等同于对川普不是好 但是川普还有其他的做法 他再接再列 行政命令 接下来对于大陆的支付宝 微信QQ这些支付的一些APP 全部也要这个禁止使用 但是商务部说啊 川普下令就够了 他们会尽快有动作 在1月20号之前 就可以有一些行动出现 那老师有可能吗 剩下两个礼拜不到 我觉得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因为第一个部分里面 如果他真的要有行动的话 我觉得这个商家也会根据这个T-talk 他们的惯例 那么提出那个司法诉讼 我觉得这个也会做的 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堆美国的公民 是使用这些系统的产品 那你想想看 你直接剥夺这些美国的公民 他们本身在使用这些系统 他本身的银行账户 即便是华人 但是也是美国的公民 他是美国的公民嘛 你直接把人家下架 那我原本在 我在这个支付宝 我在这个微信的这个里面 我的存款呢 那我的钱就这样被你冻结了 你这凭什么冻结 我的这个海外的一个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是违法的啦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有的 他上次禁用微信 就被法院驳回了 就驳回了 T-talk也被驳回了 当时禁用的时候就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对 所以是没有办法 不过抖音那时候光打官司 就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到在1月2号之前 川普在交接之前 商务部就有动作 这几率真的蛮低的 我觉得不容易啦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在 还是继续在表态 表态表示他忠于这个川普 川普这个举措 赖老师的解读呢 就是占到最后一刻吗 没有 我觉得他是给拜登制造麻烦 而并不是给中国大陆制造麻烦 因为他最大的是给拜登制造麻烦 因为为什么他 他一定要巩固住拜登 只能够走川普主义 所以你看他现在所有的做法 包括明天台美的 这个军事政治的这个对话 这个也是他的所有的做法 都在巩固川普主义 要继续走下去 主要是对中国的部分 对 主要是对中国的部分 反正我现在框框 加价都已经下好了 然后川普知道 拜登你一上来 如果有做任何的改变的话 就是啊 你是通共 对 就是类似这样 你看我都已经下了经历 你开放了 就全部推特给拜登 拜登 他为他未来的四年 川普昨天推特的用语是 他要Fight like hell 嗯 他在未来他的四年在铺路了 对 他还在铺路了 好 那我们另外一个话题来看的是 有关于台美之间了 这段时间莱猪在台湾引发了 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莱猪终究是在元旦进口了 那蔡政府的说法是 为了台美之间未来有可能的贸易谈判 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请大家能够体谅 当然希望能够在 TIFA的架构之下有机会 不但是恢复对谈 甚至进一步有机会签 FTA虽然说还很遥远 但至少前面 我们的动作先做出来 表示我们的诚意 但是 黄老师 做出诚意 营造好的氛围 但是美国最近就一个最新的讯息 给大家看了 这是对于台湾的轮胎 要科反倾销反补贴的重税 25%到98% 非常重 这个启游是在半年前 对于台湾 南韩跟泰国的轮开 就有进行调查了 有没有这个倾销 或者是不当的补贴 这裁决出来了 是有的 所以不管我们做多好的一个善意 美方该科就科谁 有人说这叫做真心患觉情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从这个国人角度来看 之前如果相信民进党政府讲的话 他们可能觉得说 美国人他要的不多 莱猪给他 让他这个障碍排除排除 美国人就高兴了 然后台美关系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贸易协定就开始一路顺畅 结果后来这个轮胎案出来之后 还有包括去年底 我们还记得吗 美国把我们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 所以这些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慢慢发现 原来美国不是说他要的不多 而是说他要的更多 他要他该要的 他要他 甚至他不一定该要的 从我们的观点来讲 美国还是要 因为他要促销美国的产品 拿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成这个海外工作的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轮胎 说实在是台湾 泰国 南韩 还有越南 这四方其实都被惩罚了 被美国惩罚了 可是我们受伤最重 因为我们自己 包括刚刚各位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 52到98的重税之外 我们的轮胎厂在越南投资了 也被课这个反补贴税 也是一样有20多%到40多%的税吧 大概这样 受伤很重啊 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因为这是商务部做的决定 这不是美国国务院可以说话的 国务院当然权力很大 但是讲到这一块经贸的时候 对不起国务院 请你按照你的位置站好 我商务部来讲话 所以商务部咬定了我们 在这方面有这个不公平的贸易的问题 所以已经在12月底 做出第一次的判断 裁决然后在3月下旬 美国它单方面会提出最后的这个决定 然后5月就开始 如果我们提出了理由美国都不接受 或我们做的这个补救美国都不接受 那就对不起了 从今年的5月开始 一路5年的这个报复的行为 我们过去这两年不断的强调 美国的议员对于台湾多么的友好 多么的挺台 我们的游说工作 也的确花了很多的钱在美国的国会 去跟美国国会的议员 做一些关系上面的一些交往 但是刚刚花老师想到一个重点 这是商务部做的决定 基本上你无能为力 是吗 对 而且外交工作就无能为力 外交工作我们跟商务部的这个连结 其实主要是在经济部那一块 但经济部派外的人员 再怎么没有外交部多 而且美国的商务部 其实每个都有它自己的本位主义 商务部要做什么 就是要让美国在海外多赚钱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从美国人角度来讲 美国政府做得好 他们一点都没有错 对于美国人来说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来看 这个对于台湾轮胎 这个一定是业者检举的 比如说可能是顾特异 这个不然怎么会挑到这个case 呢 台湾轮胎在全世界的产值是非常高 很高 我们的马吉斯每次做台湾品牌 建价的时候都是台湾前20 对 所有的牌子当中 那 刚刚黄老师提到 一个这个我们把它拉长好了 去年12月 你刚刚讲说把台湾列为 汇率的操纵国 然后接下来这个 对于台湾轮胎 苛重税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五六月就开始苛税 对 有人说这一系列就是美国政府 其实它从来没有间断过 它的所作所为 然后是在 也是在不断的引进能量跟筹码 我想请教大老师你的观察 那莱猪是我们单方面 希望营造友好 其实美国政府没有 给我们任何的时间期限 我们自己设的一个1月1号 那接下来 如果美国 不管是汇率啊 轮胎啊等等 我相信会有各种不同的领域 跟品项而开始来进去谈的 那 基改的玉米 大麦 这些会不会也陆续变成 美国农产品 要进来我们也挡不住 以目前我们台湾依赖美国 的这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会全线溃败了 因为你想想看 汇率操纵 台湾怎么跟美国有汇率操纵 你看我们台币 就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 跌了10%了 涨了10%了 涨了10% 对台湾的机械工业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伤害很大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去年跟你宣布 说汇率操纵国 然后就把你牵制住了 而我们这边什么都没做 我们这边没有跟美国抗争 没有跟美国表达说 不是喔 我们哪有汇率操纵国 你拿出证据来 我们什么都没走 为什么 因为都跟美国俯首称臣 那你变成是 萊猪也让 汇率也让 然后现在又规定 从去年的9月10月到现在 又说我们的远洋的渔船 对于我们的东南亚的这个移工 这个有这个虐待的情况 所以又对我们的远洋渔船的出口 然后设限制 全世界唯一被限制的国家 全世界我们就是我们台湾呢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一系列的行为 对台湾都是极不友善 都极不友善的情形下的话 然后我们台湾这边 民进党政府 但我不是要说你过那个正量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蔡英文在这个时候 如果还跟我们的国民说 美国对我们是友善的 对我们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讲不过去 如果说 是这样的一个演绎的情况下去的话 那何必要谈台美的FTA呢 反正他要进来就进来 对 那问题就在于 美国也没有要跟你谈 对 就是不用谈 反正我都可以进去 他也没有要跟你谈 而且呢 他把你的汇率搞到这么高的时候 坦白说我们哪些产品 在美国还有竞争力 我补充一下 我都觉得很 我们有台积电 我们有台积电 这次事实上 他用的是叫汇率补贴 是 所以显然就是要你生死 对 然后 因为川普打贸易战三年来 他已经累积了540个争议案件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个案件 当然 不过540个也不光是对台湾吧 当然啦 这对全世界啦 可是如果是用汇率补贴 那 亚洲这几个国家 恐怕都会非常辛苦 而且政府有延续性 是啊 我刚刚讲到我们有台积电 为什么要调到台积电 日本有一个最新的邀请 台积电要跟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合力一个合资公司 在东京设一个先进的封测厂 其实日本之前有邀请去做晶圆厂 但是台积电当时就 可能各种考量就没有去 但是要在台积电 选择在日本做的是封测 封测算是比较后端的部分 我想请教郭元你来看 因为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台湾在2020年 GDP的数字还不错 就是台积电或者是说 资通讯产业 一个产业撑起台湾半边天了 这是事实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的高阶制程流台湾 那中美设置的晶圆代工厂 去有人说是做一些交代 不一定那么能赚钱 在美国说要去就去做的厂 然后封测厂选在日本 台积电都是做一个整体的战略考量 还是说做生意也要懂得一些政治 不 这个新闻还要打个问号 因为目前我一些科技界的朋友说 事实上没有这件事 因为台积电没有必要对日本让步 可是台湾的主流媒体的报道 不 我知道 可是没有任何人回应 台积电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那台积电怕美国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他外资的主力也是美资 而且他已经开始在募工了 没有错 那个是绝对是真的 Arizona那个是真的 可是他对日本为什么要做让步 这个实在是找不出一头 美日同盟 有人说是分担风险 可是他是做封测 你如果是分担风险 那就应该都是做半导体才对 所以 我觉得要让这个新闻再走一下 再走一下 因为现在只是第一个传闻 Arizona那时候讨论的时候 对于台积电本身 载商延商的话 去的其实也没那么的必要 对吧 其实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科技界的朋友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们去 没有你去美国没有错了 他今天也不认为那会会赚钱 那产能也不大 可是你去那边工作的 台湾的团队 那美国会用很高的薪水挖角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人才外流的 对啊 对反而会有隐忧 但现在没有人要去 你飞去不可 他招工招得很难 对可是你要做培训 没有办法 对因为台湾他们会核算 说那边的薪水跟生活的付出 然后还有 他有一个诱因 他可能直接给你绿卡 而且地点很差 你说台积电去日本做封测场 有没有必要性 当然必要性没那么高 但是对于日本来讲 有没有必要性 当然可以补足它在 这个半导地产业 产业本来要空洞化的一块嘛 日本是希望你去制造晶片 非但事做封测 但至少对于整个产业还是有 差一月啦